再來我們介紹那個無線的 就是單槍跟一金電視 要用無線的方式 那我們就會利用到 Mirrorcast的電視棒 那我們可以去PC Home 你可以直接在線上購物這邊 直接可以看到東西 你用電視棒去搜尋 然後看到很多電視棒對不對 這個是最新的Clonecast 然後 然後像這些東西 各位注意一下 就是如果你是蘋果的 你要注意的是 它有沒有支援AirPlay 如果有支援AirPlay 它就可以無線播放 那一般的安卓系統就是 Mirrorcast 所以如果你這一支電視棒 它有支援這兩種 那基本上就是你的 不管你是那個 安卓的手機還是蘋果的手機 它就都可以做無線的投影 無線的投影 那它的價格 從接近一千塊到兩三千塊的都有 還有那個三四千塊的 它本身就是一台安卓的手機 它長得有點像這種小基地台 什麼智慧電視盒 你就不用接你的手機 因為它本身就是一個 手機平板的裡面都有 所以它直接就可以上網看電視 看網路電視做什麼都可以 那這個叫智慧電視盒 那剛剛這個電視棒是 沒有包含手機本體 就是你要用你的手機或平板去做連接 它只負責播放 大概是分這兩種類 那這兩種類它的方法 像這個Chromecast 又比較不一樣 它是在Chromebook 或者是客戶瀏覽器裡面 它可以把一些 有一些可以用的APP 它是可以投射到影片上 但是畫面能不能整個頭好像不行 那我們比較一般的 一般的就是像這種電視棒 那我手邊有的是 這個是 我手邊現在有的 這是同一個廠牌的 這一家廠牌以前是台灣廠 後來跑去中國大陸 對人音科技 然後還有很多 以前有做那個MP3、MP4、MP5 甚至現在的那個 車子用的那個攝影機 它都有做 那所以基本上它的服務品質應該還OK 但是這一隻 好像有個缺點 就是聽說過熱會當機 還有就是我們在連接 那些食物的連接上 你會發現有時候連的很順 可是有時候好像它連的 就一直斷線一直斷線 那目前不知道原因是什麼 然後應該不是機子有問題 因為我前期後期各買一隻 兩個長得像顏色不大一樣 不同P的 但是都是一樣的問題 所以肯定是有其他的問題 可能無限干擾或其他的問題 然後它的用法 就是這裡有一個按鈕 這個按鈕呢 是讓你切換Mirror Test的模式 或是什麼D D什麼的 那個另外一個模式 切換這兩種模式 然後這後面有一個接口 就是要接外電 所以你一樣要用那個USB的線 跟那個插頭 要送外 就是外加電源 外加電源 然後這邊就直接插到那個投影機 直接插到投影機 那如果你用這種方式的話 你用這種方式去做投影的話 那你的手機 你的手機就要從哪裡去 它需要按一個開關才能把畫面送出去 它的開關通常是在設定裡面 在這個設定 設定裡面在顯示 上面是那個無限連接跟顯示 通常在那個更多內容裡面 它有一個Play Tool 現在叫Play Tool 新版的 以前叫Mirror Cast Mirror Cast 那你只要點這個 它就會去找那一台 找那一台攝影 找那一台Wi-Fi的那個 剛剛那一台機器 兩個就會自己互聯 你不用做什麼設定 不用做什麼設定 那我們現在就到後面試一下 好嗎